谣絲 romian jeunes 作曲 霞 音乐 音乐 词 作曲 Text 同样的一参 同样的笑颜 和你手拉手 转圈圈 吻我的脸 靠在你的肩 品尝着爱情的甘甜 点起了我的胶件 亲吻鲜花和诗言 月亮星星照样 只想陪你一起看 胸口给的心安 拥抱给的温暖 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 你不提醒我都忘了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连个情侣戒指都没给你买啊 算你有良心 你要哪一个 叫一个小的吧 买大了 买他 服员 谁 谁呢 洛小夕 你们家可真是好样的 我们秦家是靠什么发家的 你恐怕还不知道吧 七位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洛洛 我给过你一次机会 你就是这么侮辱我们秦家的吗 退婚 想都别想 你愿意和洛小夕在一起 还是得罪我情味 你可想好了 凯少 你不会为了一棵树 放弃你的整片森林对吧 选啊 无论你有什么手段 我都不会放弃小夕 你 我对小夕是认真的 江少恺 好容易啊 你选对了 好 过关了 过关了 小凯 你通过我爸的考验了 考验 他们都是我爸的员工 员工 洛西 你家到底干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家的生意 正经的珠宝生意啊 同志们哪 我们简安老师的小说 取得了预定颇百万的成绩 大家快掌声鼓励 我订的青空宴 我们一起吃一点 走 小夕 少开 既然在剧组那段时间 多给你们两回照顾我 我要好好谢谢你们 陆总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 我们仨在一起经历的苦难 比你知道的多多了 对啊 太就完了 陆先生 这么就完了吗 哦 小夕 我诚挚地邀请你 加入我们陆氏传媒 太好了 不过 还是算了吧 我不想你因为简安的关系 才签我 这样别人就会说我靠关系啊 小夕你别误会了 赔本的生意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我认为你绝对会成为一个好演员 所以这个机会别错过了 那我考虑考虑 我会安排一个最好的经纪人带你 韩若曦离开了 我们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标杆 如果没问题你就签约吧 嗯 嗯 雨传 带她去见娇姐吧 嗯 走吧小心 谢谢陆总 嗯 哎 陆 小姐 人我给你带来了 你们聊 啊 陆小夕 是吧 嗯 是啊 小姐好 遇到我 你的好日子就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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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求你个事儿 求什么求啊 有什么话就直说 啊 那是这样啊 我想让你跟陆总说一声 就就就别再追究陈玄玄了 再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那我回去 一定好好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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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 我怎么觉得你对陈玄玄的感觉 不一般呢 没有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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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 我们公司 对新人的培训越来越紧张了 还请您再费心 叫姐 叫姐 我来报到了 来了 嗯 张老师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艺人 洛小溪 您看看 张老师好 笛子不错 谢谢张老师 我们公司呢 对她的定位是元气少女 来 做一个你平时微笑的样子 我看看 洛小溪 元气少女是清新自然 不做作 你这是什么表情 笑得大大咧咧的 跟个傻子一样 没问题 我再给你换一个 别紧张 放松点 我们标准的微笑呢 只能露八颗牙齿 上下各四颗 小姐 我脸都练抽了 能不能换一个别的动作啊 小溪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从笑容 站姿 坐姿 走路一个个练 我每天都来验收成果 我要看到你的进步 好 放心小姐 态度还不错 继续练习吧 来 我们继续练习 社长 人我带到了 谢谢沈兄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 社长 社长 谢谢你 不要叫我社长了 我可不是你的什么社长 我 我错了 错了 你离我而去的时候 你诋毁简安的时候 你怎么不知道错呀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你知道吗 现在认错 晚了 都怪我之前极度心切 辜负了您这么多年来的苦心 对不起 简安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 有损作为一名小说作者的职业道德 也不配在卫学网工作了 请允许我 最后叫你一声 社长 我对不起你 我甘愿接受惩罚 我甘愿接受惩罚 寻寻姐请留步 难道你以后就不想写小说了吗 不是 人总有犯错的时候 但是知错能改是好事 对不对啊 杜社长 错就是错 行了 人家玄瑄姐都真心实意地道歉了 再说了咱们文学网能有今天的成就 也有玄瑄姐的一份功能 您啊 就大人有大量 原谅她吧 陈玄瑄 今天我就看那简安人美心善又大度的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以后给我踏踏实实工作 你别再给我整什么幺蛾子了 真的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谢谢简安 谢谢杜社长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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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您有心事啊 我刚刚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重新办一场婚礼啊 太好了 我直接去准备 等一下 有声领 为此 他之前的人是大事啊 你那还是老板子的 很可爱 我可爱 顺便是小蜜 你现在是小蜜 学安哪 明天啊 有家影视公司的老板 想见你一下 想跟你谈一下 小时候IP改编的合作 方便的话 明天来一趟文学网啊 那好呀 明天见 好嘞 那咱们明儿见啊 薄言 有人找我谈小时候IP改编的事情吗 那 我得好好恭喜你了 对了 你刚刚想说什么呀 我刚刚说 我 我刚刚说 那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了 市面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 这么受欢迎的女性下小说了 苏小姐的确很有才华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获得苏小姐和贵网站的收权 所以我们希望 来对这部小说进行影视剧的开发 陈总 真是好眼光啊 前的这本小说 把粉丝基础那是非常大的 那也是我们的荣幸 改编影视作品 那再合适不过了 谢谢陈总喜欢我的小说 但是从小说改编成影视 在很多方面都需要重新创作 而这些我都没有想清楚 所以可能暂时没有办法答应你 陈总 谋定后动 陈总 我们简安老师 他 稳住 稳住 我明白了 我回去继续做功课 简安老师 我们是真的喜欢你这部小说 期待合作成功 那我等您的消息 那我先走了 陈总 我送您 我送您 我先走了 苏简安 多好的机会 这要是能改变影视成功 你的小说 咱们文学网 那不就火遍全国了吗 社长 我知道 我们每一个小说作者 都希望自己的作品 能够呈现在荧幕上 对啊 那你干嘛不答应 可是从小说到剧本 再到画面呈现 这么一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需要严谨一些 而且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制作团队 这也是对读者负责嘛 算的有道理 简安 你 是不是该睡觉了 我还要看一会儿资料 你先睡吧 你看 陆总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 陆总 签字 哦 重办婚礼的事 陆总什么时候告诉嫂子 简安最近一时在忙 我找不到机会和她说 这样吧 你打个电话给杜社长 请她不要再帮简安安 安排那么多事了 好的 来 算了算了 别打了 我看 婚礼还是以后吧 老婆 老婆 回来啦 怎么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最近有好几家公司 来找我谈小说影视化的事情 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想把小说呈现在大一幕上 但是我总觉得 来找我的这几家公司 不是很靠谱 我很担心 要是把小说改编授权出去以后 被他们压相抵 或者是胡乱改编 就对不起读者的期待了 是有这个风险存在 这样吧简安 你全部交给我处理 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吗 不行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要是都靠你的话 会让大家觉得 我很没用 行 都听你的 赶紧去休息吧 那我去洗澡了 嗯 康总 电影的后期制作已经完成 定档时间也已经确定了 宣传和媒体首映的事 就按计划先行吧 好的 康总 好 韩小姐 舍阳礼会邀请苏老师 和陆总一起参加 我不希望出任何问题 您放心了 康总 上次和您聊完之后呢 我想了很多 都怪我冲动了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这次呢 我一定会把精力 好好地放在工作上 你能明白 再好不过 好 苏小姐最近的小说 卖得挺好的 您是想把它改编成 电影 嗯 嗯 嗯 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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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苏老师 明天电影会在义达影院 去办首映 希望二位能够前来 苏老师也可以提前看到自己的作品 最终呈现在荧幕上的样子 伯爷 去吧 既然你这么想去 行 毕竟是你的作品嘛 真的吗 那谢谢二位 我们明晚见 感谢各位的观影 请各位主创一步到采访间进行采访 恭喜康总 今天到场观影的所有的影评人和嘉宾 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制作的内容 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能在开播之前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还是要归功到我们优秀的演员和主创团队 韩小姐 您在这部电影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您能和我们聊聊对这个角色的看法吗 这个角色的成功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我们的编剧 苏小姐 苏小姐真的是非常有才华 在她加入了我们剧组之后呢 对角色的塑造和情感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整 才使得这个角色既丰满又很真实 康总 您能找到苏小姐这样优秀的编剧 真的是灰眼石珠 能够遇见苏老师 才是这个项目的幸运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写剧本 还要多谢康总和韩小姐 给我传授的经验和信任 康总 苏老师现在的新作品非常地火爆 你们两位今后还会不会继续合作呢 如果能够改编苏老师的小说 那是我的荣幸 那可真是强强联合了 我也是苏老师的书迷 我现在已经开始期待这部戏了 陆总 苏老师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一定少不了您的帮助吧 身为简安的丈夫 对于他的事业 肯定是全力支持与鼓励的 简安开心 比什么都重要 好 当红作家苏简安在丈夫陆薄言的陪同下 出席了电影的首映礼 其间陆总实力宠妻可谓恩爱满满 同时苏简安的新作在陆薄言与陆氏集团的倍数下 已成为影视圈热门IP 众多投资与制作公司纷纷投出橄榄枝 使其成为争抢的对象 好 天呐 我都跟该涨了五万的法 乐小溪 你干嘛 你干嘛呢 小姐 我才演的电影火了 你看我都跟她长了几万的分 我是不是要火了 你才几万粉丝 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你看人家韩若曦都长了多少分了 行了行了别看了继续训练 女主呢我觉得小胖子会影响观感得改成瘦子 而且最好还是刚上大学的学生 这个大叔和小妙的利益会比较好 还有啊 颖总 您的这个思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不要紧不要紧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想法吧 随口一说 我很好奇 您为什么非要买我的小说进行改编啊 那还用说啊 因为苏小姐您是陆太太啊 您的小说无论怎样改编 肯定会得到陆总的支持 能和陆总合作是我的荣幸啊 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兄弟的公司 都说想来投资呢 苏小姐嫁给陆总可真是好福气啊 害怕 不好意思啊 我有事情就先走了 谢谢您 江先生这 您还是哪儿羊垣 哪儿待着吧 我 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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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您让我查之前 找嫂子的影视公司的信息 如何呢 目前来说 没有一家靠谱的 知道了 我回来了 简安 你以后不要忙小说改变的事了 我来投资 我建立团队 一切你说了算 好不好 薄言 我可以自己完成的 我就是不想看到你这样到处跑 然后到头来还没有结果 这样我看到很心疼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你体谅我 但是你也答应我你会尊重我的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 而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好 我先上去休息了 简安 又有一家影视公司主动上门提案了 已经等了一上午了 要不要见一见 见 感觉你最近太累了 要不让他们明天再来 我没事 康总 宋宇 怎么是你们啊 我们是来做陆少小说改变开发提案的 直接跟我联系就好了 干嘛还等一上午啊 公事公办 私底下联系苏老师 怕给你造成不必要的困惑 不会啦 那苏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嗯 嗯 陆少 位居陶然文学网女品榜第一名 站内点击总量一亿两千多万 从小说的类型和受众来看 电影改编的面相 在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女性观众为主 所以主创团队会 则优具备都市青春言情剧成功项目经验的人选 同时 也基于对援助的尊重 并保证改编的还原度 我们打算由苏老师担任这部戏的创作监制和总编剧 我们呢就负责建筑拍摄 还有后期的相关工作 大家优势互补分工配合 苏老师 我的体验完了 康总 你的方案完全是超出了我的预想 苏老师 这部小说康总已经带我们反复研读过了 他说尽可能还原小说中真挚细腻的情感 才是影视化制胜的关键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关于投资呢 是这样 苏老师以版权的方式占比百分之三十 我们瑞金集团以投资的形式占比百分之七十 当然 苏老师有其他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商议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这样设定喽 好啊 那我们就尽快签订一项协议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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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好啊 简安 之前 是我莽撞了 没有尊重你的想法 我可以答应你 以后影视化的事情 我不会走过头干涉 但你一定要答应我 有困难要 第一时间告诉你 谢谢你啊 你看你 最近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 虽然这段时间很忙碌 但是我倒是觉得 我像是一个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 挺开心的 行 你开心就好 对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的合作谈好了 真的吗 是哪家公司啊 是康总的公司 他的电影刚刚取得成功 足以证明他们公司有制作的能力 而且他对我的作品很了解 做了很详细的提案 也尊重我的想法跟意见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讨论过呢 刚才不是说了不干涉我的吗 你忘了我们之前怎么闹矛盾的吗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小气啊 我跟他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 这样你们又要天天腻在一起了 告诉你 这事无法大赌 我不同意 陆总 嫂子 您别生气啊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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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兄 这协议书有什么问题吗 康 康总为了这部戏 准备了很长时间 所以得到苏老师的认可 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我们两家公司啊 存在竞争的关系 这陆总也不希望陆太太选进来 这协议书您已经看过了 是具备法律效应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嘛 我也做不了主 如果陆总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想让他跟康总直接谈 这样比较好吧 也好 我们明晚见 是康总的公司 陆太太 我刚做的海鲜粥 你快来尝尝吧 徐伯我不吃了 还着急开会呢 我看你是去见康瑞成吧 我那是去工作 我告诉你 他对你肯定比有用心 最好防着他吧 康总的媒人我很清楚 你干嘛非要这么说人家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药啊 陆伯爷你疯了吧你 我不管 你今天给我家家待着 不许出去 难道我现在去工作 都不允许了吗 我告诉你我就不 我 我 我 的 拖下大人的外头 只想找到你依靠 借我孩子的笑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 多远只要你说需要 曲线就像一秒 你 举办的出稿 我温柔的圈套 怎样你才能收到 心动的讯号 我不懂你骄傲 只想要对你好 偶尔的吵吵闹闹 和夜还又笑 你 举办的状告 是和我一起老 警告所有的烦恼 别来做热闹 我没有谁能带到 想对你一起好 爱变得老老道道道 只需你来找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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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